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我们接续昨天来谈虚假的千金 假千金的诈骗人生 那为什么你说一个假千金 这样一个俄罗斯的女生女性 她要跑去纽约的上流社会 要去诈骗这些人 这件事情做起来很容易吗 其实在社群网页当道 我们透过脸书 透过Instagram 来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这种虚假的人设其实不难建立 那就是利用网军 利用这种公关公司 建立这种虚假的人设 造成风潮 带风向 带话题 那就可以形成很多人的认知空间 被限缩在这个认知空间 所以假千金这个影集我觉得当它上映的时候 应该非常值得去推荐 虽然只是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体 以及我们现在有几张剧照 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本体 以Netflix最近他们自己自制的影集来看 这个水准绝对是很高的 那分析一下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本身是一个刑事案件 所以这个主人翁就是Anna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去诈骗这一些 应该是社会经验非常充足的 这些纽约的上流社会的名媛呢 基本上他就是利用社群媒体 因为人与人之间你没有可能说 你去跑去他家拜访 或者是说知道他去他住旅馆 你真的去调查他所有的这个身家 不太可能 那就用一些表象 拿这些虚假的表象 就当作是真的是真实的事件 所以现在人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宁愿相信表象 也不愿意面对事实 没有花时间去面对事实 然后这种错误会一个一个累积起来 比如说他得到了你所肯定的人的肯定 他去寻求李远哲的肯定 他去寻求彭明敏的肯定 最后他得到了民意党的肯定 所以你就认为说这么多人都检查过了 所以他必然是台派的 然后他过去在国民党的这一段呢 没有人去调查 国民党自己也搞不清楚 然后他们家跟蒋家的关系 没有人去调查过 所有人也不花时间去面对事实 表象是什么表象 表象就是 好像他们家跟海霸王有关系 其实这个答案是错的 所谓跟海霸王有关系 是他父亲蔡杰森经营过勒马饭店之后 那因为美军离开了 他没有生意可以做 所以歇业了一段时间 最后才向中了庄家海霸王 跟他应该是以换股的方式 所以海霸王庄家也持有一定的股权 大概是四成左右 现在的海霸王就是中山北路跟民族东西路口这个海霸王 他们持有这家公司是挂名在正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下 蔡英文也是股东 那么共同持有 跟庄家海霸王共同持有这个不动产 所以是在一个公司的名下持有这个不动产 那你是用买卖的方式吗 你去持有了 你变成有庄家持有正宗企业的四成的股权 是买卖吗 还是换股 如果是换股 那么庄家在海霸王 在中国的投资 也就是说蔡英文也有持股了 也有持份了 蔡家也有很大的比例的持股 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说过了还是一个谜 因为我们看不到庄家在中国的这个持股 或者他是透过海外控股公司来完成这件事情 也有可能 所以你表面上查这种股东的名字查不到 可是源头在正宗企业这块土地上面 他们做多少努力 很努力啊 等到蔡英文拿到总统了 这个位置他们就也要去控制台北市长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就庄家其实当时如果不管是柯文哲选上还是连胜文选上 庄家的第二代海霸王第二代跟连胜文的关系是很铁的 你可以从网上很容易查到当连胜文当时开始在去败票的时候 是庄家的二代陪着他去什么圆环去吃肉羹 去拜会这些去拜访这些摊贩 这个媒体都有采访 所以庄家的二代他们在中国的投资跟连价关系是很好的 所以当时蔡英文支持请民进党之力离让了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没选上连胜人选上的话 海霸王这块土地会不会在今天一样变成商业区 从军事用地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用地变成商业区呢 应该也是可以了吧 所以这些商人这些逐利的人呢 事实上永远就是两边压宝 终究他要的就是那个经济的利益 所谓政治的理想 这些都是骗人的 这些都是表象 你喜欢听什么 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你喜欢听什么 就让你听到你想听的 于是你就相信说 他的信仰 他的理想 他的理念跟你是一致的 于是你把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 投给他之后他怎么做 他什么都不做 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得到自己的家族的利益 个人的利益 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被骗 其实不是骗子可恶 是自己愚蠢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我们要说假台派假台独万万岁 为什么是万万岁呢 让你们这些人想要让台湾可以独立 想要真的坚守台湾价值 请问那个台湾价值是什么 空的 双标的人不要讲什么价值 你没有价值 你也没有信仰 双标族不可能有价值跟信仰 那于是呢 你一万年也不可能达到你的台湾价值 你一万年也不可能达到你的台湾独立 所以假台派假台独呢 事实上就是万万岁 这是我觉得我看这群人呢 本来我就会劝说 独派的人应该要学会加法 应该要把浅蓝的 这个浅蓝的 全部通通都吸引过来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然后要建构一个台湾价值 这个努力是要非常久的 可是因为台湾的精英 在几次的学习之后 你想想看 在清朝治理台湾 到日本 到国民党 其实台湾的精英 历经了多次的学习 尤其像日本治台的时候 统治台湾的时候 有很多的 不愿意被异族统治的台湾人 起来抗争 那这些人呢 在当时的日本的皇太子 来台湾 那个访问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巡视了 那么这些人呢 要先被关起来 这种手段 当然是对付殖民地的手段 所以台湾人并不是 所有的人都会 缅怀日本的恩责 什么缅怀日本对台湾的建设 不是的 有一群人曾经起来抗争过 结果这群人呢 已经死在沙滩上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民主独立抗争的基因 你说像陈神波 或者现在很多人在讲 蒋卫水 其实蒋卫水严格来说 他是统派 他只是不愿意被异族统治而已 可是他认定自己是什么 是中华的血脉 所以他是一个统派 那你无法要求就是说一百多年前的人 可能他要真正的怎么样 民主自由法治的精神 他心里想的其实还是国主主义或是民主主义 而这个国主主义或是民主主义 恐怕也未必经得起基因的考验 所以如果经过基因的检测 台湾很多人可能是平埔族的后代 而未必是汉族 这个都不说了 那是一个过程 但如果像陈神波 这些艺术家 还有很多的医生 这些前辈 台湾的启蒙者 甚至在国民党来台之后 也有很多有勇气的 这些所谓的外省主义有勇气的人 敢跟这个蒋介石抗争的 跟他叫板的 他们讲的民主 他们希望破坏的台湾的未来 那台湾今天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思想上面 不会是一直被洗脑 不会是党国的教育 到最后变成一群 缺乏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人 就是因为大家 大部分的人是缺乏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而偏偏每一个人走到民主社会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一票 我们今天能够如此 真的要谢谢这些民主的前辈的投入 身家幸运 通青春全部投进去 然后换得我们还可以 有一点点独立思考的空间 这如果说我们说 是要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 还是要做一只快乐的猪 台湾可能痛苦的猪拉底并不多 而这种痛苦好像必须要接棒下去 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件事情 你要去调查这件事情 你要把真相呈现之后 还有你的最好的朋友问你说 你为什么要把青春放在这里呢 这个世界上有更多值得你去说的事情呢 我说什么呢 比如说反共啊抗共啊 那么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 你可以去做啊 而且我做的并不少 那么为什么今天要来讲真相 要揭发这些事情 不是要去追打他 不是仇恨式的 而是让大家认清楚 我们还在党国的泥道里面 从来没有走出来 你如果用双标的方式来对待 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 认为说你自己把他花标签 他是外省人 所以跟你不是一国的 然后我们台湾人怎么样 谁有资格定义谁是台湾人 然后用种族或是用血缘的关系 就直接把人家切割说人家不是台湾人 不是用血缘关系决定你是谁 你的思想你的信仰才决定你是谁 如果你的思想信仰你的思维模式 跟中共的五毛是一样的 你霸凌别人 这种仇恨 这种跟恐怖主义相似的 只要意见跟你不一样 主张跟你不一样 就要摧毁人家的公司 这个不就是塔律班 应该是人家指责就是这样的行为啊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假台拜假台独万万岁 这真的是我看不到可以让你们的愿望表面上说的抗中保台 甚至台湾独立的愿望可以实现 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人可以出来领导这样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跟你走 其实要窃国要诈骗这群人的方法其实还蛮简单的 因为他们不求圣洁 所以你只要建构一个虚假的人设就好了 好这个虚假人设在网路空间成本很低 你当然要雇用这个1450你必须要雇用这些网均 可是这些成本相当的低 你只要建构一个虚假的人设很会做图 批一张图批好了之后文青写一篇文章 然后如果感觉这个大数据弄出来的 这个支持跟按赞或是点阅的人数不够高 就再找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不断的把这个虚假人设装点出来 好像是一棵漂漂亮亮的圣诞树 这边刮一个灯那边刮一个灯 然后用各种的社会事件 丧事当作喜事办 小灯泡的命案 也一样悲天悯人态度很好 然后就说这个悲剧不要让它再发生 结果呢 完全没有做到 这个一路以来就是一路骗 那反正有什么样的事件 即使再遭的社会事件 都可以收割 所以建构虚假的人设 一开始当然很难 可是我们看这个 贾千金这个影集就可以 事实上它是一个事实嘛 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你光是看那个真实的事件的这个过程 以及到最后在2019年的时候 他终于被判刑了 那他是怎么骗倒这一些上流社会的 民远 最难被骗不就是这群人吗 你第一个你很难接触到这一群人 你接触到他们还要诈骗他们 可见这个Anna是非常的努力的 有一个假名 然后你也不用去看过他的驾照 从来他也不使用信用卡 都是使用现金 你也不宜有他 在这种 数位货币 塑胶货币的时代 一个人永远只使用现金 你也不用去怀疑说他背后是不是真的有财富 只是表面上看他穿什么衣服 看他的这个拿怎么样的包包 就决定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建构虚假的人设 就是现在蔡英文做出来的 很成功的建构一个虚假的人设 你说他是谁 我们一再的问说 Who is she 他是谁 他建构一个虚假的人设 很多人把自己以为的蔡英文投射在 在这个所谓的蔡英文小英的身上 然后他的爱恨情仇 全部跟这个虚假的人设走 自怨被骗 这种自怨被骗的人 你很难叫醒他 那这样一个虚假的人设 你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够唤醒他们 我基本上是绝望的 我们写书 不过就是留下一个历史的初稿 你真的想要知道真相 看我们的书应该就可以得到你自己的心证 那个虚假的人设 已经在我们的书里面 我们帮你把它弄清楚了 所以看书是一个方法 那有人去努力了 做了完成了这个工作 但是你不follow啊 你不但不看 而且你还说 我确实也觉得他的学位有点问题啦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跟我这样讲 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谈这件事呢 那为什么需要谈这件事呢 你看我们的预言不就通通都实现了 为什么他会去蒋英国的 圆区 然后反对 促转会 要把这个圆区重新改名的要求 然后认为一个总统的历史地位 是由民众来决定的 由人民来决定的 也就是告诉你一个前台词 他不会听你的 他只听这一些已经被他牵着走 被催敌人催眠的这一群所谓的人民 这些人用手上的选票 选出这种不讲真话 甚至会把一个国家搞到非常的专制 独裁的程度 毁坏了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多的民主前辈 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价值 那我们能够怎么做 还是一句话 新年新希望嘛 理解虚构的人设 虚假的人设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破除迷信 这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做的 除了我们每一天应该要做的 工作啦 家庭啦 真的要多关心家人 那人生就是活在当下嘛 所以能够做的 多少点点滴滴的累积起来 就是唤醒更多的人 然后打破虚构的人设 虚假的人设 我们下一集见 手脚冰冷别烦恼 暖胃暖功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 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现在在浴室 浴室其实大概就是有淋浴间 有浴缸 马桶 然后有提炼台 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各种的毛巾 浴巾的使用 就是你如果 在浴室里面阴干的话 它就会发臭 所以我其实长久以来 在还没有干妈妈之前 我长久以来 我就是不喜欢使用毛巾来洗脸 我大概都是用泼水的方式 我是洗澡的时候把脸洗干净 然后平常就用泼水的方式 再用干妈妈把脸拍干 那正好干妈妈之后 我就敢用毛巾来洗脸 那我介绍过了 干妈妈她的原理就是 把电能转换成热能 然后她非常的节能 然后她因为有变压器 有变压器 所以呢是直流电 非常的安全 使用上面节能安全是最重要的 它的使用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 包装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魔鬼沾 然后挂在这个杆子上面 现在我手摸这个杆子都是温暖的 它利用一直发出微微的温度 大概就是五六十度 足以杀菌的温度呢 来达成 整个浴室也可以有烘干的效果 那当然因为浴室 如果你长期就是关着窗户 没有对外 那非常的潮湿 那为什么它一点点热能在这边发散 它就可以达成干燥浴室的效果呢 就是因为只要有一两度的温度的差异 那水蒸汽水分它会往比较冷的地方跑 利用这种物理的自然的原理就可以达到 那如果说是一般 如果是小朋友啊洗完澡啊擦干 那微微的湿润的时候呢 把它枯上去 那第二天你在使用的时候 它就是干燥的 然后闻起来也是香的 那我通常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会做好几层的利用 就是浴巾也一样 有时候擦完头发 它有点微微的湿 那并没有弄脏它 所以我不会马上把它拿去洗 我就马上铺起来 好我就会这样子把它晒干 好晾干 那闻的时候 你一闻就知道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汗臭啊味道啊 只有你所使用的肥皂 或者你使用的这种洗脸乳的香气 好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个干妈妈怎么运用在浴室啊 麻烦乾 再捏 5 3 5 5 6 4